大家好,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现在呢,我背后有个绿色的 这个绿不是普通的绿,它叫坦克绿 或者叫军官坦克绿,军官绿,这个军绿都可以 唐大叔以前提过,我小时候有一个这个北京吉普 就是那种绿色的两门的,后面有两个黑色的这个小圈的 这种北京吉普有一种情怀 所以这是我为什么喜欢木马人或者吉普的一个根源 吉普是二战的英雄,在战争的时候发明的 战争的时候服务的,战争的时候成名的 吉普第一次出现,在1941年到现在呢 足足呢,已经有75年了 所以在75周年的时候,克莱斯勒或者吉普吧,公司吧 他们出了一系列的纪念版 纪念版里面都很有特点 但是没有什么纪念版可以比这个吉普 木马人更有意义了 所以这个唐大叔看到这台75周年纪念版的时候 一下子就可以说爱上它了 而且它是这种军绿色的,刚刚我开场的时候讲的 这种绿色再加上75周年 不单只是因为周年纪念版的关系 还有因为它这个设计上的一些东西 让唐大叔真的非常的爱 那我现在一边讲一边在绕着这个车走 在欣赏这台车 其实大家已经发现了 这台车有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种铜色,古铜色 这种古铜色带来一种刚毅的感觉 当然从设计上你怎么理解都可以 颜色搭配的角度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个古铜色 像军人一样的这种坚韧的感觉 而且这个确实是真正的金属 不像其他木马人是塑料的那种 铜色或者黑色塑料的 还有一个这种古铜色的颜色呢 和其他的一些配件和东西搭配起来之后 会有一种 当然从色彩的搭配 也会有另外一种的这种很漂亮的感觉 大家可以看到 在吉普里面嘛 这个铜色为表面 然后里面有一点点这种红色的感觉 非常的漂亮 前脸呢上个视频如果大家看到 就知道这个是跟那个硬石头版 硬石头也是一种坚韧 金属色也是一种坚韧 它也是这个硬石头版的这一个 这个引擎盖 再来的话 这种铜色用了很多 但是除了轮子我觉得很漂亮 前脸很漂亮之外呢 就是这个 它的Trail Rated 还有这个纪念版才有的Badge 1941 75 75 years 现在我手上看这台呢 是台四门的 两门的也很漂亮 当然一个人开的话 两门就很好 但四门的话 我觉得整体感觉 我一般是喜欢两门的 但是这一台 这种 因为这个军人嘛 军人都是兄弟 比亲兄弟还要更加重要的战场上的兄弟 可以交命的兄弟 我觉得有几个好兄弟可以坐在一个这样的四门急铺里面 一起去探险呢 一起去 不只是出去玩的探险 生命中的探险 或者是创业的探险 或者是怎么样 是会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而且这一台大叔正在绕着看的这一台 已经搭载了这个 虽然它不是卢比肯 但是搭载了一些这种越野 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在百分之 除非你是很极限的这种越野 不然百分之八九十的情况已经完全可以了 从哪几个角度可以这么说呢 当然是有根据的了 等我现在一一跟大家道来哦 首先从引擎下面呢 同样搭载是V6 PandaStar 这个3.6的引擎 可以输出280匹的马力 接下来呢 这一个下面的地方 刚刚我说过是全金属的 当然这个在搭载一些其他东西的话 就防防滚啊 防撞啊 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功能上 也是有用的 除了真的很漂亮 是这种铜色的 那再来的话呢 这台车边上 它其实它的基础是Sahara Sahara边上标配 大家知道是一个我们叫Running Board 或者像那种梯子一样上去 它搭载的跟Rubicon一样 当然这个大家都知道 玩玩这种越野就知道 Rock Slider 这个Rock Slider呢 也就是越野里面讲的这种 五个指标之一的这种通过率 那在有就算旁边有石头 或者怎么样 就这么开过去 用侧面这样滑过去 当然下面的话 跟Rubicon Trail Raider下面 都会在主要部件有保护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还是蛮漂亮的 除了有功能性之外 再来的话 这台车呢 是用了这个铜色的 大家知道 吉普骂人里面有选项 软顶 软顶上面呢 就是有硬顶 硬顶标准是黑色的 有时候黑色和白色 其他颜色配是蛮漂亮 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黑色也会好看 但是再上去一个选项 这里就顺便跟大家介绍 这个配置方面 那就是铜色的 铜色硬顶 这台就是铜色硬顶 全都是军绿色的铜色硬顶 那非常的漂亮 当然了 它的名字叫自由版吧 Freedom Board 当然全都是可以拆掉了 包括门 包括顶 那还有另外一个呢 这台车纪念版搭载的轮子 和一般的不太一样 和一般的Sahara Sahara版也不一样 和卢比肯也不一样 和Sport也不一样 其实说的过于专业 第一唐大叔也不一定说的很准确 但是呢 我们就从这种美观的角度 和功能的角度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轮纹很特别 很漂亮 然后呢 轮横的深度是适中的 所以这台车 大叔开过不止一次了 今天也在开 我觉得这台车 所有 在所有的这个 木马人级别里面 开起来是最舒服的 那就跟它这个轮横 虽然有轮横 有抓地力 但是呢 同样的 它也是 它不像那种卢比肯 翘得太厉害 太过于这种 又细又长 它还是 其实在 行走的时候 三条吧 差不多 大家可以看出来 大概三大条 三大条好难听 三条这样子 还是很平稳的 所以这家车 开起来感觉也很好 好了 在外面绕了这么久 大家已经等的 肯定无聊了吧 我说话的雨速 也比较慢刚刚 当然带着敬意 可能是有一定的原因 所以现在二话不多说 唐大叔 今天跟大家介绍 这台呢 吉普木马人 75周年纪念版呢 是搭载了远程启动的 今天忽然发现 一个 这里插一句 当油量太少的时候 远程启动是用不了的 今天很搞笑 我试了一下 我说不可能坏 怎么用不了 原来自己业余了 这个油量有的时候 才可以用 这样的话 因为油量少的时候 在那边开着空调什么的 把油都耗光了 人都走不了了 那这个远程启动的意义 也就失去了 它主要就是为了帮你 提前的把车打开之后 然后让你在 这个夏天的冷气 冬天的暖气打开 让你很舒适的可以进去 那我只是给大家示范一下 现在先不用它 我刚才开的时候 按了两次就开 再按一次就关掉了 现在赶快进去车里面了 我知道大家已经等不及了 Let's go 现在呢 把门打开 在坐进去之前呢 再来看一看 真的这台车是很漂亮的 它有几个和一般的车 不同的地方 其中一个呢 还是这种颜色 所有原来的 不管白色 其他颜色 全都配了铜色 当然另外一边 白不垃圾 是因为那个贴纸还没拿掉 第二的话呢 应用眼帘的就会发现 这张凳子和普通的不一样 普通的一般 这个木马人分成两种 皮椅和布椅 但这个呢 是 其实这个 我倒不陌生 因为在克莱斯勒的产品里面 克莱斯勒以这种SRT吧 或者 一些赛车取向的一些车 Straight Racing Technology 我们都知道 大芹能机SRT那些 所以它这赛车里面 很多中间都是这种布 旁边用这种皮质包的 所以呢 这一个 当然每一台车都会有不一样 如果Sahara就会写这个 Sahara Rubicon都会写 但这个就写了纪念版的 1941 再次提醒大家这个纪念版 再来它边上这个缝线 就非常漂亮对吧 这个红白相间的 漂亮的缝线 在这一个皮 再来呢 我们坐进来 所以这个车主要的颜色 就是黑色的内置 配了这个铜色的 还有很多的地方提醒你 我是纪念版 1941 跟外面刚刚那个纪念版的 Batch一样 当然这边有吉普 上面有这个小圆脸 呦 大家要看到唐大树了 不要看我 这个绯文字的标志 这大家都很清楚 好的 刚刚唐大树提了一下 这一台呢 纪念版的基础是Sahara 之前也再顺便提一下 我做那个硬石头版 特别版 那可能是所有纪普马人里面 唯一以这个Rubicon 作为基础的 这一台就基本上 已经配到顶了 包括从外面开始看吧 加热的镜子 自动变暗的这个 到后视镜 已经升级过的9个喇叭 包括后面有个低音喇叭的 奥牌音响 那这个有空调了 当然大家别以为空调是很那个 当然Sahara标配有空调了 最基本是没有空调 电窗电锁 那这还有远程启动 刚刚给大家示范过了 那另外中间这边的话 这一个就是有Navigation的 这个 5.0吧 5.6 5.0的 回头我再确认一下 那等会再细讲这里 之前也介绍过 但我等一下再提一下吧 当然这个车是 平时是全时的两驱 在需要的时候呢 会把它变成四驱高速和四驱低速 这个一般在越野的时候 或者下雪天呢 一些极限的 不叫极限了 一些用到全时四驱的情况下 就可以用到 下坡的这个定速下坡 包括上坡的一个功能 防滑的加热椅子 这已经是基本上都是要配进去到顶了 那这边的话呢 有蓝牙可以听歌 可以通话 还可以有这个语音控制 这个方向 Compass指南针的东西可以看到 里面是有个Sensor都配了 这边的话定速的 这也都是都有了 那这里的话呢 又再次用了这种金属色的 非常漂亮 左边的是速度 右边是转速 最右边是这个温度 最左边是油量 非常简单 非常漂亮清楚 再来这边的话 这里有锁对吧 因为我们到时候可以把所有的门啊 顶啊 后面啊 前面窗户全都弄倒 或者拆下来 那我们就要上锁 到帮忙这里也有锁 锁下面呢 还有这么一个 这个三叉口的 去到野外的时候 还可以用电脑 可以这个 用车上的电 用的时候把这里打开就可以了 因为最近呢 温哥华抓分心驾驶啊 这个太严了 所以大家也发现 最近唐阿树很少做这种 就是具体试驾的 那 但是呢 我可以小小的跟大家 在停车场这么开一下 应该还是无伤大雅的 那 不能很全面的说 但给大家一个感觉吧 好吧 现在伴随着背景音乐 我们一起 今天的视频短一点 因为我发现 今天视频可能太长 而且 这个吉普木尔也做了好几个视频 它东西都很类似的 所以呢 大家如果想要看更详细 更长的那个 可以看原来的那些 那我现在呢 虽然时间很短 但是开一开 跟大家一边讲讲 这个驾驶的感觉吧 讲一点点 这台车我说过了 因为这个齿轮的关系 它做了非常好的兼顾 所以 不像这个 很多木马人 像卢比肯 或者一些改装轮子这种 因为它本来就是 这个底盘 可以说软吧 相对软的一种一台车 那 如果加上那个轮子 大家可想而知 当然你去越野的时候 经过一些 颠簸的路啊 或者实路啊 当然是很好 不会至于那么硬的底盘 人很难受 但是呢 平时开呢 如果轮子这样子 会有点飘的感觉 有些人觉得 那 这台车就很平稳 当然你哪一天想起来 我要玩一些 比较高级一点的 在越野 或者想要玩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也同样有这个空间 可以去改一些大轮子 或者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甚至是提高 还是车子升高都没问题 现在呢 速度虽然没有很快 但是 这个小风吹进来 这么开着 伴随着这个阳光 是很舒服的 那 我不能跟大家尽情的越野 但是我给大家 示范一下吧 我现在还要倒上去 哦 从这边看吧 这样我后面有一排车 对不对 我要把它 停到这个边上去 嗯 我现在 其实 用不到四驱 所以我就两驱上去就可以 足够 因为我的底盘够高 当然刚刚提过一个通过率 第二个的话就是 这一个离地空间吧 所以呢 轻轻松松的 就上来了 哦 虽然没有我想象就那么帅 那么顺啊 因为这个 唐大叔还是很连相惜域 小木马人的 所以也比较斯文的这么一上来 嗯 但是呢 第二下一上还是上来了 嗯 哎呀 真是坐到这车里舍不得 希望 当然希望给他找到一个好的主人 但是呢 确实 我 确实我很喜欢这一台 嗯 特别是颜色吧 说到颜色的话呢 大家可能 就是如果研究比较多的会知道 研究的不是那么多的呢 可能不知道这个 车它分了不同级别 还有不同的这些东西之后呢 它颜色并不是每台车都能选所有颜色的 那当然其他木马人有绿色 但是只有 纪念版这个 是有 这一个绿色 叫 坦克色吧 是稍稍比一般绿色亮一点 所以呢 唐大叔呢 如果住在温村的朋友 来找唐大叔聊吉普 嗯 来看吉普 或者是找唐大叔 当然买吉普了 对吧 嗯 唐大叔来了 会跟你们好好介绍一下 好好玩玩车 聊聊车 开一下 最后呢 帮你选最合适你的吉普 吉普真的很多 呃 不是每一台都适合每一个人 呃 有可能今天买的要帮将来想 或者说 这个 就是所谓的像升级打算嘛 所以有些人 但是不要冲着名字去买 什么卢比肯一定就比Sahara好 不是这样子 当然这个话题要说就多了 希望大家下次来的时候 有机会我们见面再聊 好的 先这样吧 拜拜 拜拜